新制生产力从何而来呢 它一个是靠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的一些突破 同时呢 也来源于我们在产业过去大的结构方面 一些深层次的转型升级 更重要的呢 它还有一个就是在资源配置方面 创新性的配置 对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 是促进新制生产力发展的 最重要的一种形式 而这个工作呢 实际上就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 为了发展那个新制生产力 先进的生产力 那当然我们需要在 这个生产关系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这实际上就是改革呀 只有市场化改革 特别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 才能为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开辟更广阔的道理 我觉得这方面呢 这个新制生产力发展 是离不开改革的 改革目前的一个重点任务 也是为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来开辟道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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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